流传到中国 是一部分 不是圆满的 来到中国这些经论 翻译也是精挑戏约 也不是完全翻译出来 但是很可惜 繁文的原本丢掉了 这种丢掉 我们很遗憾 我又疑惑 向方老师请教 为什么大量的繁文经典 会在中国失传 为什么没有把它保存下来 方老师告诉我 古时候的中国人 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 现在中国人自卑感很重 古时候中国人 自信心太强烈了 他确实认为 从繁文翻译出来的经典 意思 没犯错 翻译用的这些文字 这些词汇 实际上超过繁文 一的本子比繁文还要殊胜 换一句话说 学佛法 学中文经典就够了 不需要再去学繁文 这是多么有信心 多么自豪 强烈的自信心 这个自信心 我们失掉了 至少失掉了两百年 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要恢复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你不相信它没有复杂 它怎么能复兴呢 要有像古人那种强烈的信心 真的是爱国家 爱文化 爱文化 首先要爱汉字 要爱文英文 因为汉字文英文是工具 真正智慧的工具 这个工具 是超越时空的 也就是说 它永恒不变 这就是好东西 凡是会变的 在佛法说 都是假的 不变是真的 那么汉字文英文不变 三千年代的 三千年前的人 没有错误 再过三千年之后 还管用 所以它超空间 超时间 中国人学中国人的利益 外国人学外国人的利益 超越空间 超越空间 这个方法妙极了 所以我鼓励外国人 学文英文 学汉字 为什么 让我们看得懂 古圣先行 留下来的智慧 接近 我们能理解 能得受用 马来西亚前首相 马哈地长老 我送他一套 群书之药 第一个英文的翻译本 360 他看到之后 非常赞叹 这个书是真实智慧 你看 几千年前 人写的东西 现在还管用 在中国管用 在马来西亚管用 古时候管用 现在管用 将来还管用 汉字文英文 不可以不学 花上三年功夫 学这东西 你得的便宜可占大了 为什么呢 古圣先行 留下来智慧的财产 你完全 接受了 你得到成船 你得到受用 他肯定带给你 这一生 真实 真实 圆满 智慧 幸福的一生 这不是假的 所以中国人 这两种东西都要学 老祖宗留下来 这是根本 绝对 决定不能 所乎 那 现代人 学习的科学技术 也 可以修 这年 这年要 活起来 才真正 带给人类 幸福 美马 明过一切 千朝末年 有不少学者 提倡 教学要 中国 祖传的 为重 西学为用 学习西方东西 为用 这个说法 好不好 中国东西 不难 文言文 不难语 我们看到 明过初年 小学生 写的 作文 就知道 它不难 三四年级的学生 大概是八九岁 学到 四五年级的学生 大概十岁 十一岁 相当 可观 不但文字好 理念好 孩子 孩子有 智慧 孩子有 能力 辨别 是非 厉害 它不是 常识 是智慧 那 我最近好像 看到一个信息 其牧师 文言文 有败利 而无 一害 应当 要重视 应当 要学习 这个看法 更确定 所以不能够 疏忽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